大家好,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先插播一条硬广 我们在8月准备组织大家到成德和张家口这两个地方进行游学 可能大家不知道民国的时候像成德属于热河省的省会 张家口是查哈尔省的省会 当时这两个地方都不属于今天的河北 热河查哈尔随远宁夏 这是民国时期的赛上四省 所以咱们这一次呢等于去两个省会 那么热河呢就是成德大家不用说了 明文侠尔的避暑山庄和这个外八庙 这个外八庙呢我们能去开放的四个 须弥福寿、普陀宗称、普宁寺和安远庙 另外呢成德博物馆非常有名 虽然只是一个市级博物馆 但是这个对于青史整个就一部完整的青史 所以大家也知道我比较擅长的就是这个辽宋夏金元清 这些北方民族的历史 所以到那儿呢就特别适合我去讲 另外呢张家口呢我们主要去到张北元中都遗址 我们大家都知道元朝有上都 有大都啊 可能都没有听说过有一个元中都 武宗海山时候立的一个中都 所以那儿呢也是能够把这个元朝的历史完整的给大家串起来 这也是我比较拿手的段子 所以呢您如果参加我们这次成德张家口的游学 保证呢您不需此行 如果你感兴趣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报名了 谢谢大家好啊咱们言归正传 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的儒学远远流长 一方面呢源自历朝历代的推崇 另一方面呢历朝历代的文人通过讲学的方式 不断的那为儒学加入新的见解 这些文人讲学的地方有个专门的称呼叫书院 自从宋朝以来文人阶层呢得到了空闲的重视 书院的全国遍地开花 给儒学的发展呢提供了基本的场所 而在书院中诞生的很多思想 也的确对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不过统治者呀是深深的知道儒义文乱法有多大危害 因此儒学作为历代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 自然由不得文人胡说八道乱家私货 所以朝廷对书院的发展又多有限制 这其中的故事呢咱今儿就来讲一讲 汉朝官府大力弘扬儒学 随到东汉的时候呢已经有一些儒学大师开馆授徒 只不过这个时候他们讲学的地点呢 大多在自己的宅邸当中没有专门的讲学之所 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战乱之后 隋唐时期儒学重新被重视起来 唐玄宗开元年间在宫廷中呢建了历政书院和吉贤书院 这是书院一词首先出现在历史当中 这个时候的书院是宫廷修书藏书的地方 并非世子可以随便学习的地方 在宫廷之外民间读书人也在各地构书建立书院 比如李宽呢在恒州建立的石谷书院 在唐朝不管官办还是民办的书院 主要功能呢都只是藏书 古代石谷的时候 南唐国主李生在庐山白鹿洞建立书院 这个书院呢跟过去就不同了 主要功能呢就是从图书馆变成了百家讲坛 这也是日后书院的标准 宋朝建立之后 过去的世家大族已经基本上在过去的战乱当中被屠戮殆尽 朝廷统治天下的仪仗变成了文人 儒学得以大兴 尤其是范仲淹执掌南都辅学之后 鼓励读书人创立书院 所谓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 兴学自书史 由民间自发建设的应天府书院 在这个宋真宗年间啊 被升为南京国子建和官学一起呢 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荣耀一时 而在当时一些大儒们也纷纷在各书院讲学 阐述自己的儒学的见解 比如成一成奥两兄弟就曾长期在松山脚下的松阳书院讲学 阐述他们的天理观 这是儒学在中国发展史上里程碑事件 这个时候的科举制度呢 也没有发展到后世八股取士那么死板的地步 对很多儒学经典的讨论都是允许的 南宋建立以后书院传统进一步得以维持 这个时期有据可查 新建的书院就四百多所 超过之前所有朝代的总和 当时的大儒诸熙 把二成兄弟的思想发扬光大 就逐步形成了后世的成诸理学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主要也是在各书院讲学 讲学之余呢也会和其他大儒进行这个讨论切磋 比如他跟主张新学的陆九渊进行过一次俄胡之会 首开书院辩论的先河 在当时不论是成诸理学还是新学都依赖书院进行发展 当然了他们对儒家经典的见解 甚至对时局的见解也都未必和朝廷一致 这就经常给他们带来非常大的麻烦 朱熙晚年受到宰相韩陀昼排挤贬 说他是朱熙于府不识实物不宜再用 所以朝廷把他的理学视为伪学 他的门生顾立不能做官 而他讲学的书院也被朝廷查封 只不过韩陀昼很快败王 书院讲学的传统也就恢复了 南宋灭亡之后 蒙元为了在汉地掳落人心 对书院基本是放任不管 到了明太祖朱元璋登基 这就不一样了 红武皇帝要把天下全都管起来 怎么能允许读书人在书院自由讲学呢 于是天下书院遭到取缔 皇帝钦定八股取士 命题范围就是四书五经和成诸理学 除此之外一律不许有别的思想 然而思想这个东西 你要说完全禁绝是不可能的 洪志年间朝廷对民间的统治已经大为放松 朝廷对于民间书院也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这个口子一开 许多思想和朝廷钦定不那么一致的读书人 就找到了去处 影响最大的就是王阳明 他提倡的新学在很大程度上 继承了南宋陆九渊的思想 自然和成诸理学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而他的思想呢 也正是借助在书院讲学才发扬光大 他在农场悟道之后 先是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 传授知心合一的心法 后来呢 又在江西和浙江 重修和新建了多个书院 传播自己的学说 在他讲学的时候 学者们聚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 在这些书院当中 学者们讨论的已经不仅仅是四书五经中的古训 也有很多时政话题 这对朝廷来讲呢 是个危险的信号 虽然王阳明主张的新学不为官方所承认 但已经成为文人们之间的险学 自然到了嘉靖年间 朝廷两次命令毁掉王阳明弟子们的书院 比如南京立不上书 湛若水就说 唱其邪学广收无赖私创书院 请求皇帝借欲以正人心 不过如此高压之下 书院受到的影响啊 也是有限的 很重要的原因呢 在于当时不少官员都同情王阳明的学说 禁毁书院的命令 刚出紫禁城就被消解了一大半 到了万历初年 这个朝廷又掀起了禁毁书院的小高潮 为什么呢 因为历史记载张居正罪赠讲学 言之切实 这也难怪 他是大明朝的化事者 要干的都是大事 怎么能容忍天下世人议论 虽然呢 他的老师徐介平日里经常聚众讲学 他自己也没少参与 但那一切呢 不妨碍他严令 拆毁书院 万历六年 贵州之府 师官私创书院 张居正借题发挥 一面呢 借此将师官革职 另一面以皇帝命令发布诏书 禁毁天下书院 至少把私院变成官学 防止读书人乱说乱讲 这次的举措 比过去呢 有过之而不及 但是张居正虽然雄心勃勃 还是太低估了读书人的能量 他这道命令 根本没办法贯彻执行 底下对此呢 也是扬奉晕伪 等张居正一死 书院讲学 汇数如初 当然了 以朝廷的力量 想禁毁天下书院 很难做到 但毁掉一座书院 还是绰绰陋鱼 典型就是无锡的东林书院 这座书院和东林党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东林党 所谓风声雨声 读书声声声勿耳 家世国事 天下世 世事关心 自然为天启年间掌权的 燕焕魏忠贤所厌恶 天启五年 魏忠贤下令 拆毁东林书院的 标志性建筑 伊永唐 第二年又下令 把书院所有建筑拆除 把书院移为平地 此等暴行 相比于当时燕党 其他所作所为 并不显得十分过分 而拆除东林书院所得 都被折架成了银两 弄到了苏州府 给沐毅公公建生词下 只不过谁也没有想到 权势滔天的魏公公 败亡的如此迅速 随着信王朱欧俭继位 魏公公和一众燕党 灰飞烟灭 他这个生词荡然无存 原址被建成了五人之墓 而被他拆的什么都不剩的 东林书院 在崇祯年间 也给下诏恢复了 满清入关之后 对文人议论朝政 采取了玲珑忍态度 书院自然也在防范范围之内 顺至九年 朝廷发布命令 要求不许别创书院 但书院不是说尽就尽 既然朝廷亲定读书人 只有读书做官这一条路 官学又很一言难尽 书院就成了读书人的刚需 而这个时候 朝廷八股取势已经非常完善 大部分读书人 已经面对铁拳是浸若寒蝉 所以朝廷还是做出了 很多表彰书院的挤动 实际上是把书院官学化 顺至十五年 十股书院得以修复 以表彰前嫌 兴起后学 雍正十一年 朝廷照令各省建书院 看上去传统得到了复兴 只不过呢 他们都在朝廷的严密监督之下 什么学术自由就拉倒了 清朝书院真正开始迎来学术自由 那是晚清朝廷统治力减弱 知识分子有机会接触到外国学说之后 而这一时期 学术自由就深刻的影响了中国历史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康有为 在广州创办万牧草堂 授徒讲学 力图教育兴国 鼓吹变法 后来梁启超等人 就是在此跟随康有为 一步一步影响后来的晚清时局 无需变法失败之后 万牧草堂遭到朝廷查尽 但其他文人创办的书院 雨后春笋一般建立 拦也拦不住 于是呢 朝廷一方面为了创办新式教育 另一方面呢 也是为了阻止对自己不利的言论传播 光绪二十九年 下诏取缔旧书院 创办新学堂 自此书院走入了历史 自由之风 早就不是大清朝廷能控制了 没过几年 大清就完蛋了 书院这样的机构啊 是中国古代的特色 虽然对于读书人来说 读书做官 几乎是唯一的出路 但读的书怎么解释 反此种种 就不完全是朝廷能掌控的了 于是书院作为为数不多 可以畅所欲言的地方 虽然屡受打压 还是顽强的生存了下来 由此可见 即使是在古代中国那样的环境之下 思想的自由也算人的刚需 而书院的历史 则是这个道理最直观的反应 好了 关于中国古代书院的故事 咱今儿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